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2011年他们在岛屿写作纪录片 记录了周梦蝶 郑愁语等等文学家 今年10月 岛屿写作2要记录诗人雅贤和洛夫 作家白贤勇等7位文学家 其中雅贤的《如歌的行版》 还有洛夫的《无暗之和》日前举行了首映 首映会上洛夫用暖暖的杯凉来形容 他和雅贤超过一甲子的友谊 雅贤则是幽默地说 他们两个人曾经住在同一个宿舍 好比是范骨汗高庚 大师及文学家王文新 杨木 作家陈芳明 陈艺之等文化界名人起居一堂 这一天是文学大师纪录片 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二系列的联合发表 年轻的导演跟年轻的电影工作者 用影像 用胶卷 用音乐 来呈现他们对文学创作大师的景仰 在2011年 我们发表了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一系列的文学电影 有六位大师级的台湾文学创作者入境 时间隔了三年 我们终于有了第二系列 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电影的发表 就诚如同仙所讲的那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是不会让文学记忆消失的一代人 那我也更坚信从第一系列到现在第二系列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 做的这件事情 我也更加的肯定 觉得我们还真的做对了 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二系列 聚焦台港七位文学家 首颇推出的是诗人雅贤和洛夫 雅贤早年转任副刊编辑 停笔数十年 洛夫则是长达70年 笔根不错 六十年前一起创办创世纪诗刊 还曾因工作同住一寝室 如今跟一起定居温哥华 两人超过一甲子的友谊 也一并收进纪录片中 我最欣赏的一个镜头 也最受感动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跟雅贤 我们这个老哥儿在一起 在公园里面散步 有一栋软的悲凉 所谓软软呢 其实就是指的我跟雅贤 一家子群粹不含一点大致的友情 这个温暖的友情 除非悲凉 也就是我们两个彼此看着 互相看着你看着我才老去了 我们两个人看着自己老去了 夕阳不现好啊 只是以防风啊 雅贤则是回忆起宇洛夫曾经同住一房标识的岁月 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宿舍里边 不是头对头 就是脚对脚 好家伙 以后洛夫都会永远绑在一起 拍电影也绑在一起 真怪了 回忆不去这个人 他写一首 我不服气 我也写一首 回忆这一首 两个人有一种小小的心 彼此的欣赏 也有小小的记录 那个味道非常 闲蜜而心酸 导演王婉柔 陈怀恩 耗时两年远赴河南 金门 越南等地拍摄 回顾两位诗人过去的精彩人生 也记录他们晚年的退休生活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 在这个拍摄过程中 我一直结问自己的还是 纪录片是什么 真实是什么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做这件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我对自己的要求是 这个作品在十年后 二十年后 五十年后 是不是可以为 不同的读者 不同的文学评论者 打开另外一扇 了解洛夫老师作品的窗 其实老师的整个生命的经验里头 他的故事其实就足够 是一首非常完整的诗 所以我们后来还是 回到拍片人的部分 我们把他的故事 想让他说好就好了 尽量把他的故事说出来 刮起了黄沙 在苍茫的夜里 一个见尾的灵魂 跨上了时间的快马 对于自己的人生故事 搬上大荧幕 两人的喜悦之情 一语言表 杨仲翰先生说了一句话 他说无暗之和 这部电影卖作可能不佳 我说这可能就在 这其实在我的意料之中 因为我的私情销路也不这么好 重视卖作不佳 并不等于这个作品不好 对不对 曾在联合报复刊担任主编长达21年 雅贤如歌的刑版首映当天 除了洛夫 董扬兹等老友外 联合报前社长张作景也现身力挺 坎坎而谈当年三顾茅庐 力邀雅贤接掌复刊 民国64年 大概11月 报官发表我做总编辑 他说我刚刚就任了 一级就面临着一个 要找一位复刊主编 当时很容易的 我就想到了这个雅贤兄 我说请你到联副来 这个主持联副 雅贤说太不巧了 说我要出国去念书 我什么手续怎么办好了 我就要走了 我说那你去多久呢 他说至少要一年 我说OK 我说我等一年行平 雅贤说可以 你事故我们就这样子做一个例 雅贤的如歌的情伴 洛夫的五岸之河 两位诗人如诗般精彩的人生故事 我说你自己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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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个主持人